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北京冬奧會展示了各種高科技 而各大媒體報道形式也有創意 央視新聞AI首語主播就開始上班了 這位全新的AI首語主播 在冬奧會新聞報道、賽事直播和現場採訪中 會為觀眾帶來實時的首語翻譯 央視推出的這位AI首語主播也挺漂亮的 又有親和力 中國虛擬人技術目前已取得關鍵性突破 涉及語音識別、面部表情合成、肢體動作合成、動畫等多種技術 從去年11月開始,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推出的 AI首語主播正式亮相 從2022年北京冬奧會開始 為聽障人士提供全年無憂服務 央視新聞的AI首語主播採用語音識別、自然語音理解等技術驅動 首語翻譯引擎和自然動作的引擎 具備高水平可讀度的首語表達能力和精準連貫的首語效果 經過長時間的智能學習 能夠為觀眾提供專業、準確的首語解語 而表情亦自然生動 AI首語虛擬人主播的價值究竟是在什麼地方? 中國聽覺殘疾的患者超過2780萬 若是AI首語主播作為首次大規模使用 具有標誌性的價值 對有聽覺障礙的群體起到一定的幫助 可以說是促進了社會公平進步 改善了一類群體的生活水準 提高了他們的幸福感 從北京冬奧會開始之日開始 AI首語主播出現也表現了 國家將全年無憂為聽障人士做賽事播報 即使是聽覺殘障的觀眾 沒辦法通過聽覺聽到歡呼著弱的掌聲 但也不影響他們欣賞精彩的建議風采 可以說用科技的力量 跨越了聲音的障礙 用火具傳遞了每一份溫暖 轉看下,東奧開幕式成為了羽絨服裝show 各國的代表團成為了大課高手 2月4日晚,2022年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 隨著各個代表團在開幕式續一亮相 圍著電視機的觀眾 不斷有人這樣感嘆 冬奧會場入場式成為了羽絨服的時裝show 作為冰雪強國,加拿大代表團出場人數更多 這次加拿大代表團的服裝是由露露落寧提供的 這個牌子近年是深受內地的女性歡迎 它是以儒家服起家的運動品牌 而美國代表團的服裝一直保持著他們一貫的色調風格 自2008年北京奧運會以來 拉夫盧倫一直是美國奧委會的官方合作服裝品牌 今次北京冬奧會品牌設計了不同場景的服裝 其中開幕式出場服裝方面,男女有別 男運動員是穿著色有紅藍色的白色外套 而女運動員的上妝是以海軍藍色為主 日本的服裝以大紅色為主,品牌標色非常明顯 它是起源於日本,專注冰雪運動近70年的高端運動品牌 迪桑特,本屆北京冬奧會上 瑞士、德國、加拿大、西班牙等多支冰雪國家隊 都會穿上迪桑特出戰 而中國代表團的團服是由國產品牌安達提供的 這個品牌作為北京冬奧會官方體育服裝合作夥伴 為中國代表團的開幕式亮相設計了 冰雪白加中國紅的開幕式戰服 中國隊奪金之後有人問為何不是馬上舉行 升國旗和奏國歌儀式? 2月5日晚,武大政、任子威、曲春雨、樊可新、張雨亭的 中國短跑速滑接力組合奪得了中國奧運代表團 在今次冬奧會上的首面金牌 很多觀眾看電視直播時都紛紛問一個問題 和夏季奧運比賽結束後,馬上在競技場館 為獲獎的運動員頒獎不同 東奧會為何比賽結束後沒有馬上升國旗和奏國歌? 只是頒發了紀念品就結束了 其實這個傳統是由1998年長野東奧會延續至今 因為東奧會的賽場天氣較為寒冷 在比賽結束後,賽場地上只會為獲獎選手頒發紀念品 稍後在特定的頒獎區再為獲獎選手頒發獎牌 並且舉行升旗儀式 北京冬奧會期間啟用了北京頒獎廣場和張家口頒獎廣場 與過往的奧運會相比,今次北京冬奧會頒獎儀式上 還增加了一個新的亮點環節 運動員拿到獎牌後,張妖走到台時可以在舞台側面通過螢幕 與家人第一時間進行實時的互動,分享獲得獎牌的喜悅 雖然頒獎儀式不是立刻舉行,但半亞貴軍的三格運動員 會收獲特別定制的冰噸噸公仔 2月5日下午,北京冬奧會首枚金牌在國家越野滑雪中心誕生 越野滑雪女子7.5公里傳統式,加7.5公里自由式,雙追逐賽結束 挪威名將若海瑜格收獲金牌,高舉冰噸噸慶賀 大家才留意到,原來獲得前三名運動員會收到專屬定制的冰噸噸 三名運動員收獲的定制冰噸噸自然是高價值的 因為一般冰噸噸在北京市面已經搶光了 一日前2月4日,冰噸噸手板上市15分鐘,5000個一掃而空 北京東奧組委會一共設計了5000餘款特許產品 包括毛公仔、紀念徽章、手板、掛架等東奧周邊的產品 特別是冰噸噸最受歡迎的,很多已經搶不到 冰噸噸到底有多難買呢? 2月4日位於王府井宮美的東奧旗艦店 要排隊兩三個小時才能進入店裡購買心儀的東奧特許商品 一名工作人員還要及時向大家匯報冰噸噸的存貨 他說如果大家單純想買冰噸噸毛公仔的話就不要排隊了 因為毛公仔今天的存貨量不是特別多 裡面還有一百多人在排隊等 盲盒現家也是斷貨的 然後鑰匙扣、徽章這些大家還可以排隊等下 因為商場裡面有很多人我們會限留的 的確冰噸噸這麼可愛,可以收穫很多人的歡心 中國的東奧不僅迎來了一場二次元的全民狂歡 更加向世界展示了中國人獨特的冰雪浪漫 看看其他的新聞,大年初二廣東百名的外嫁女 春節舉期回娘家 大年初二廣東省很多地區都保存著一些雜族 出嫁的女兒是要回娘家的,而且夫妻要同行 俗稱是迎世日 外嫁到其他省市的女兒都被稱為外嫁女 近年來華南地區的部分農村興起了外嫁女 集體回娘家的聯姨儀式 外嫁的金花門就是自囚資金回鄉聚會 早見了舞台、掛彩旗,同時會現請村裡的老人家 在農曆新年的喜慶氣氛當中,集體回娘家的特製紅旗飄揚 今年正月初二,在東莞的婆家過了除夕和初一之後 娘家在廣東省茂名市、電白縣、水東縣、麻江村的外嫁女 賀麗華在凌晨,即是開始趕回茂名 四百多公里的距離也無法阻擋她回娘家的激動心情 上午十點中聯姨活動正式開始 她和百幾位同她一樣外嫁女 拿著燈籠、果欖和鮮花 舉起寫有標語的紅旗一起走向村口 她們穿著喜慶的紅色禮服 在鞭炮聲中排成整齊的隊伍 從村口慢慢走向村裡 穿過紅色的拱門入村 一路上受到眾多鄉親們的歡迎 而在村裡已經有數十名老人家 坐著等這些女兒們到來 隨後那些女兒們為父母、敬茶、發紅包 送去水果和甜點,並合典花張全家福 將外嫁女回娘家的聯姨活動推向高潮 大連初四東莞發現了鳥中大熊貓 黑臉疲勞 大連初四東莞的官僚愛好者走出戶外官僚 有人發現了一隻有鳥中大熊貓之稱的 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鳥類 黑臉疲勞 官僚者在奔海灣大道附近看著 沿海的海水已經退潮 出現了大片灘塗 灘塗上聚集著一群群紅嘴鈎等候鳥 他們正在忙碌的覓食 官僚愛好者葉潤田說 自從去年開始 黑臉疲勞從二級保護動物 升級為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 相當於鳥中的大熊貓 黑臉疲勞在2017年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列為憑危物種 他下季在朝鮮和遼東半島海邊生活繁殖 冬季會飛過大半個中國 來到深圳東莞一帶過冬 非常不容易 能夠在東莞有分佈 亦可以說是非常幸運的事 亦說明了東莞的生態環境不斷地向好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講述 到這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